所以中国这个社会 几千年来的长治久安 事实上 事实上来说 只要是得利儒士道三教的教育 儒家用礼乐来教化众生 礼乐 让众生名礼 讲究仁义 忠孝廉耻 讲这个东西 所以刚才讲儒内使刚常以正 仁伦宜民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儒家是讲让众生名礼 用礼乐来教化 让众生能够讲究仁义 忠孝廉耻 讲究这些东西 那么他严厉去做个好人 严厉在社会上做个好样子 儒家的礼教 道家的因果教育 就是太上感应篇 就是城隍庙 所以儒家的教义呢 是在古代的祠堂 敦目伦常 道家的教义 就是在城隍庙 城隍庙属于道教的 它是属于因果教义 讲究 讲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因言果报丝毫不爽 那么佛内是觉悟的教义 你把轮场的教义做好了 把因果教义做好了 最后他就会觉悟了 那就进入佛的境界了 觉悟的教义 因为你能够接受佛陀的佛法的觉悟的教义 你就会了解事实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会悟我们这一点心 本有的这个清净心 本有的佛性 当你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了 你的烦恼奇迹都破掉了 见识会破掉 成骚会破掉 根本无名再破一片 你是正夺法身 正夺法身 他就不起心不动念了 他就不会再作恶了 但是刚开始 是从端乐修善开始的 到真正觉悟的时候 他心地就是一尘不燃了 这个是佛陀的教义 是最高的觉悟的教义 刚开始是从儒家跟道家的 隆藏教义跟因果教义开始 所以老法师说 儒家跟道家的因果教义 就是佛法里面的小圣教义 这个儒素道三教 刚开始一定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老法师特别讲 怀年冠上四种基本德行 随眼妙用 随眼妙用 随什么眼 随善恶言 随恶言 断恶 随善言 修善 断恶修善 没有分贝 没有执重 清净心 清净心 现前 这是觉悟 清净心 生智慧 不生烦恼 也就是礼一切向 修一切法 三教把人都教好了 人人都是好人 事事都是好事 家庭就幸福美满 社会就长治久安 所以中国人懂得教育 就是依靠这个三教的教育 让国家社会可以长治久安 那么这一段是 净空老法师在净土大经节演历 第521集里面的开始 刚刚跟这段经文有关 我们把它引用出来 拜拜